南岛管政府提供合理社区法大小企严计计委以后 为了让各社区在台湾自三胸做进化好的管理 规划云端会计系统 这次由超顿顶北纳社区 与其他市的社区共同参与这项原则 并将分配到各社区进行指导 这一笔应该是这四笔的收入 转到 接着小企严计计委 超顿人参与五个社区邀请专业工资来上口 带来大家合适到混沌会计这组系统的操作 并且检对需要时度的困难做事 这又解决问题 方便只要社区来进行社区 再组绅定地管理 这个系统很好用 只要收支出传票对的话 下面的电脑系统都会帮你操作得很好 很方便 所以这个对社区的发展有什么大部分 很了解很清楚可以知道说资产 收入支出一目了来 省市就是很方便 我们这样讲 你会计账播你现在社区协议都不大 你不可能有一个专职的会计的人 那所以说我们当初先政府也考虑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快能源第一个没有专职 第二就是说能源移动平缓 那所以说我们就是有必要一个系统就是说 我把他们立接的人这个资料都留在里面 那你人来区区的话没有关系 你资料还在里面嘛 军政府开发到这条系统 主要是帮助社区 把这些作业的条件变得很简单 可以建立到完成的财务制度 可是说不是专业警官也可以操作 北京 中文 敦后这个北岛社区 表示说帮助很大 而且他才会跟国社区来做基督 那是持台一起对不对 那以后要报舞台 你可以去前面把它分开吗 还是不行 那以后就要重建 这次上起来感觉又比较熟悉一点 要不然对不是学会计的人 光传票这一方面就听到听到有啥啥 现在再听一次感觉又比较熟悉 这一次平邻又打算个别指导 到各社区去实际操作 因为在课堂上讲的时候 你在台下听那种感觉 学习度是不一样的 那实际上到各社区去让他们 亲自在电脑前操作 这是一个最实际的一个 学习到的一个绩效 政府的管理是社区的运作 不能收获重要的部分 他们很管理也有心提供 联集到社区敏感的行驸 就算可以了解到社区发展转换 密保住不住的地方 拜拜 既然你们先差不多